在刚刚的实验里,我们另外发现了一个实验结果 也就是,不同的水溶液 虽然它的浓度相同,但是导电的程度却不一定相同 也就是,电解值也有强弱之分 所谓的强电解值,在水中几乎会完全解离 那产生比较多的离子,因此它的导电性是比较好的 这样的物质我们就称之为强电解值 那像刚刚的实验中,盐酸、氢氧化钠、食盐等等 都是属于强电解值 另外,如果在水中并不会完全解离 产生的离子比较少,因此导电性较差 这样的物质我们就称之为弱电解值 那在刚刚的例子当中,像醋酸就是属于弱电解值 如果我们以围观的角度来看 我们会发现,强电解值在水溶液里,它会完全解离 像是以氯化氢为粒子来说 氯化氢在水中完全解离出氢离子跟氯离子 而在弱电解值的溶液中,弱电解值只是部分解离 所以大多数的弱电解值,依然是维持分子状态 那像刚刚的醋酸分子 在水溶液当中,大多数依然是维持醋酸分子的形式 只有极少部分的氢离子以及粗酸根离子出现 请看重点三 阿瑞尼士的酸碱学说 阿瑞尼士认为 电解值水溶液之所以能够导电 是因为解离产生的硬氧离子 一般常见的电解值有酸碱盐 其中,阿瑞尼士定义 所谓的酸是溶于水中能够产生氢离子的物质 而所谓的碱,是在水中能够产生氢离子的物质 那像盐酸,它在水中会完全解离,产生氢离子 相对的,素酸在水中则是部分解离产生氢离子 好,因此一个是强酸,而一个是弱酸 那在以下的模拟动画中 两者解离后产生的氢氧离子有明显的不同 另外,碱是溶于水中能够产生氢氧离子的物质 那氢氧化纳在水中能够完全解离,产生氢氧离子 我们称之为强酸 那氨水溶液,会部分解离出氢氧离子 我们称之为弱酸 那在以下的动画当中 氢氧化纳完全解离出氢氧离子 但是在氨水溶液当中 我们发现解离量非常的少 继续请看重点四 阿瑞尼氏学说的限制 阿瑞尼氏虽然成功的解释 电解子容易的许多现象 但是在酸碱的许多性质上来说 却有一些限制 第一点 阿瑞尼氏酸碱学说只能限用在水溶液中 那在非水溶液当中 它就无法判定物质的酸碱性 那很多反应 其实并不是在水溶液当中进行 于是阿瑞尼氏的酸碱学说 这个时候就无法判定 第二点 阿瑞尼氏的酸碱学说 并无法解释 某些物质 本身它虽然不含有氢离子 跟氢氧跟离子 但是它在水溶液当中 却会呈现酸性或者是碱性 像是碳酸钠 它们在水中会呈现碱性 但是在碳酸钠的化学室中 却不含有氢离子或者是氢氧跟离子 在科学家不断的努力之下 酸碱学说也不断持续的改进 从早期的阿瑞尼氏酸碱学说 一直到了事后的部落酸碱理论 一直到最后更广义的路易士酸碱学说 科学家们对于酸与碱的相关理论 解释的就越来越清楚 最后我们再复习一次这一节的学习重点 这一节的学习重点有四点 第一点 我们先了解解离说的发展背景 阿瑞尼氏在19世纪末的时候 提出来了解离说挑战了 以原子说为基础的科学理论 解离说大致上可以分成有四点 分别解释的解离的现象 离子的意义 电解质容易维持的电中性 以及电解质容易的导电性 另外我们介绍了阿瑞尼氏的酸碱学说 他认为所谓的酸是溶于水中 能够产生氢离子的物质 所谓的碱是在水中 能够产生氢氧跟离子的物质 最后阿瑞尼氏的学说是有限制性的 第一点它只吸用于水溶液当中 第二点它的学说并无法解释 某些不含有氢离子跟氢氧更离子的物质 在水中依然能够呈现有酸性或碱性 感谢我们的制作团队以及指导的几位教授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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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